我们来说另外让我们开心的人 小沈阳 我不知道David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小沈阳我当然认识 小沈阳还上过康熙 对对对 我看了那一期康熙来了 你看了 但是好像那一期里面 他好像并不是特别好笑 对对对对 他就是很安静 然后也不是很安静 就是问你一个问题 回答一个问题 完全不搞笑 我觉得他好像把自己当成了这个人民艺术家一样 你又非常的听到 非常的正经 你会模仿小沈阳的这个表演吗 我只配那个什么 美剧 啪啪地 这很有意思啊 还有什么那个歌 我像小沈阳啊 有听过 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那另外那些内地的艺人你还知道哪些 内地的 有在台湾比较红的话就是黄晓明 黄晓明的导师吗 对对对 赵薇 然后郭德纲 郭德纲也很有名 相声你也听吗 对相声当然啊 说到郭德纲我知道一个事情我问你知不知道啊 就是郭德纲其实和林志颖是同年生的人 我以为你要说郭德纲是林志颖的亲戚 真的假的 真的啊你不知道吗 林志颖才三十几岁吧 郭德纲也三十几岁 郭德纲也三十几岁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观众都已经知道了 但还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就不太知道了 前几年有一部电影我记得叫做白银帝国 这个是讲的这个商人的事情 这里面明星有很多有张铁林